遠眼看有時候市場會有落差 到了到了又拉起來沒有碰到水 就要那個袋子輕輕碰到水 你還不能整個沉下去 所以那時候量出來呢 深度是74.3 跟1938年差了1.3公尺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還有牽扯到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當時他在1938年的時候 是雨季的時候風水期的量 還是凸水期的時候量 還是輕蝕切割了1.3公尺 那這些都值得說 我們很有趣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說 如果是輕蝕切割的話 也可以代表 其實我們這個峽谷的下切 輕蝕的速度是很快 那幾十年間它的速度是很快 那我沿途的時候也在講說 這個一個峽谷的 輕蝕跟切割跟我們西部呢 其實整個河川 包括是大甲心、鎖水心的 它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先從峽谷B型 然後慢慢變成U型 再慢慢變成一個寬的河道 在街上 如果地震中風 它的肚子有再衝下來 就把它蓋住 又重新再切割 所以我這樣子算過去的時候 接下來問題又來了 他說你要想像 你是一個研究者 當老師交代給你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你只有一張紙根 而且是空白的 然後樹你也不認識 你完全是從零開始 那你要開始把這些東西 整理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叫做生態 觀察紀錄道做研究 就是說你如何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帶回實驗室 然後化約變成這個東西 然後能夠變成比較有系統性的 進行教育 當你來的時候 這邊全部都是沒有的東西 你只有帶一張白紙 跟筆而已 然後我現在 必須要把這些樹要做標的 因為我們要進行解剖課 要把這個延伸備的森林 每一個細節 要把它勾勒出來 那 好 那當時 我們在過去呢 在處理事情 就會依照我們自己有限的經驗 去做處理 那當初呢 老師是楊國珍老師 他在男子千辛呢 有做了永久樣區 那永久樣區呢 他們是打那個方格的 所以是棋盤式的 那 每十公尺就會立一根標杆 然後是用金尾銀 金尾銀的誤差 就是在十公尺的誤差 不能超過三公分 所以是非常小的誤差 然後他們在這個方格裡面 就好像是我們以前在算這個做這個 數學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方格 然後化坐標嗎 然後在這個方格坐標裡面 把每一棵樹全部都標進去 把每一棵樹的樹高 跟樹的生長的狀態 或者是它的直徑是多少 全部都要算出來 然後去還原整個森林的狀況 然後去做一些研究 有就是1.3公尺就是剛好直徑 那直徑的話就是在 他們有限定說那個皮質可以繞的 那有限我們是用那個 就直接可以量的直徑 那整個森林整個還原出來之後 就可以對照說它五年後 十年後整個環境變動的狀況下 這個森林這個叫永久漾區的長期的調查 所以在當時呢 我的有限的經驗裡面 接收到的森林的調查裡面 楊老師告訴我 要做美木的話 他在森林是這樣做 所以我就浩浩蕩蕩的就從台中呢 就跟楊老師他們的實驗室 借著經尾儀 還要去學喔 那經尾儀就是 一般我們在工程的時候 蓋橋鋪路有沒有 或蓋房子 都要那個雷射 然後測距 水平的高度 然後我們都學好了 我就帶著學生 就過來這邊 我們今天要把這山上的步道旁邊的 每一棵樹都要標定出來 我們為了要求這個科學的精確度 我們用經尾儀的方式 然後把這步道呢 每一個角落高層多少 全部都要測出來 你知道經尾儀好不好測 不好測 因為經尾儀那個雷射打出去的時候 如果你被樹打出來 你就測不到了 他必須要從旁邊空曠的地方 打過去 然後再打過來 他是用雷射打過去 譬如說蔡律師在那邊 然後去算出我跟這邊的 楊角的距離 去算出平水平的距離 這三角函數 算完之後 再從蔡律師再打到這邊 再打到這邊 再回打到這邊 才可以算出 他是經過好幾個波枕 才可以算出 就在前面而已 但是被一棵樹擋住 那你就算不出來 所以他變得是非常耗時的 所以呢 在當時我要測這個樹的時候 測這個樹的時候 我用行為儀 然後 因為各位知道說 這個飯店還蠻 這個蠻 蠻高檔的 所以會 會就是有點花費 所以我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禮館 好像要兩天多塊 是不是 我忘記了誰 然後住兩晚就要四五千塊 然後帶著學生當然就是會分兩間房間 然後因為學生做 有一台車 就是一台得利卡 然後就分兩個房間 然後兩個 我記得一個房間 兩個房間 然後一個 就是我只能用週末來做調查 因為我一到五要上課 所以我禮拜五晚上一下課的時候 五點一下課就開車 然後就過來這個地方 然後呢 禮拜一的時候就要跟老師講說 我調查的成果是怎麼樣 結果我沒有想到 你花了快一萬塊 調查三顆手 只有打幾個點啊 因為你知道那個 花了快一萬塊 然後那經過也這樣打 真的是搞兩天耶 搞兩天 然後你能夠做出來的資料就很有限啊 然後就 就老師就覺得說 這樣的那個 花費實在太高了 你的產出實在是複合實力啦 那個花了一萬塊 只有三顆樹的資料 那裡面住的資料怎麼多 那怎麼辦呢 你就想說 被刺激一下就說 哇糟糕 這個房間太貴了 如果依照我的進度 一次 一個週末只有三顆樹的話 那我不知道花了幾百萬才搞錯 然後第二次來呢 就一樣 我就說跟學生講說 學生都是那個大一嘛 那比較單純啦 我說沒有路過瑜 他們都沒有 我帶你們去路瑜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就很有趣啦 就帶著 然後我們就 就把那個什麼 露營的帳篷啊 還有催具啊 我們都是在路邊要獨辦啊 他們就很高興就跟我出去露營了 那你們剛剛看那個什麼 金國旅行什麼 魚類保護區 那我們也露營過啦 然後那個 向陽山的那旁邊的廁所旁邊 我們也露營過啦 然後就 就再過來 他再過來的時候 就有趣了齁 那每一次再一次兩次 然後發現這個金國旅在操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經驗都是 定定在過去的基礎上 然後我們反應還不過來齁 所以那時候發現 金國旅的操作實在速度實在太慢了齁 那時候你不是在做那個道路工程 齁 那個不用差到那個三公分啊 齁 誤差三公分 如果誤差那個三十公分是可以接受的啦齁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這個位置在哪裡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誤差三十公分 當它的比例已經從一公里縮成這張圖的時候 那三十公分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嘿嘿 所以要從頭來 齁從頭來 然後再一次 每一次來的時候都是從那個錯誤的經驗裡面去累積跟學習 第一次來的時候全部都不認識 然後全部都踩一遍 踩了兩百多個標本 然後第二次來的時候 還是覺得不認識 就踩了一份 然後就標本就很多 然後反覆看反覆看 然後再來的時候呢 齁就是 要去測量這個步道 那這步道的時候我就改另外一種方法齁 就用石北珍 齁 我去算 這個 我們這個步道這樣過來對不對 然後我指北珍就是對著你 然後我們指北珍 一圈叫三百六十度 齁 然後我就去記錄 記錄 這一段到這一段呢 齁 是五公尺 或者是二十五公尺 然後它的 這個方向 方位角是幾度 方位角是幾度 然後每一個 我每一個這個 這個曲線齁 這個曲線不是現場化的喔 這個曲線是 把距離 跟方位角 然後回去用三角函數做出來的 這個是用三角函數 所以就覺得說 我原來那個國中的三角函數還是要用 這每一個就是 sine跟cos 然後就是這樣算算算 算出來的 然後算出來之後 你的這個樹的位置呢 因為我們是標定說 比如說這個是 是一百零五公尺旁邊的樹是什麼樹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個 這條步道的中軸上面 然後文字在這旁邊 然後我還要去算 你 我這條步道 這條步道 跟文字它是 清剛力 距離是多少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坐標 比如說我這個是 第105公尺 第105公尺 第105公尺的 右邊1公尺 或者是 第108公尺的 左邊 左邊 10公尺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多量到可以量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用三角函數去算出來的 全部都是這樣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這樣算出來 所以覺得說 那個基礎的數學還是蠻重要 不然的話還算不出來 因為這樣的話 我必須要這樣子算算 然後 因為每一個資料都有坐標 一夢出來的時候 就又還原了 又還原了 那還原的時候 我其實 剛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清楚 這些都是要做什麼 那就是 從邊做邊學習開始 那有一次呢 後來 做完這個之後 老師又帶我去那個 阿里山 阿里山的特副園股道 上次有跟你們講 就是說 他叫我從三下的 那個 就是帶他到至中 然後從特副園的部落呢 上去跟他匯合 那我就想說 就比如說 在山上 假設 阿里山 然後呢 他在山上 我車子放上去 然後他從山上掉下 掉爬下來 然後我就三下 要再跟他匯合 老師在上面做研究 那學生要趕快去跟他匯合 那你在幹嘛 馬步驟 飛著那個器材 就一直跑 然後 然後 還在喘 心臟在跳跳跳跳跳 然後 然後老師就說 看到什麼 糟糕 糟糕 我都什麼都沒有看到 因為這整個落差 我們這邊 因為呢 我們這邊落差 有將近 237公尺嘛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 我們今天在上課的時候 有講說 這是一個梯度的變化 梯度的變化 其實整個生態呢 它是一個像彩虹的樣子 它是一個梯度變化 它其實從這邊進去到山上呢 它是有很多不一樣的變化的 那其實我們就進去是要看這個東西 那包括說 我們去做調查的時候 都是要去看這些比較細微的東西 然後再去還原出來 那這是幾個有趣的故事 然後這是2015年發生的啦 然後就慢慢的 慢慢的我就累積說 我雖然不是做 一開始是 學職務的 一個科班的人 那我從 一棵草跟一棵樹 都不認識的狀況下 然後到可以去做調查 到可以去做 教學跟教育 只花三年的時間 所以呢 常常有些朋友跟我講說 我不是學這個 不是學這個 我在想說 那個都不是問題啦 因為都不是問題 因為只要說 我們把這個觀察的能力 放開了 其實人的觀察能力 是很強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九雄跟泰魯格力 是不同的種對不對 但是我們人 可以辨別同一種喔 就是說 同一種裡面的 個體的變異 人是分辨的出來 就是認識人 全部的人 是同一個種 但是你可以分辨 每一個人不一樣 還可以叫出名字 那多厲害 對不對 就是說人本身 他就具有一個分類的能力 就知道他跟他不一樣 這是人基本的能力 只是因為在過去 我們是把 跟這個自然是被 隔離開來 所以我們這個能力 只運用在人的 認識人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相當的能力 去認識這個大自然 因為這個能力 是跟著演化一起過來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辨別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你就滅足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 在這個自然的環境下生存 你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跟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你吃你會吃錯 你早就中度了 就死在那邊了 所以我們這些能力其實是周遊的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往這邊走的時候 因為旁邊有一個阿里山千鮮魚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阿里山千鮮魚 你在過去的時候 它的葉子呢 是有一個蟲鉤子的 它的鉤子 它也是一個落葉樹 所以我們慢慢走過去的時候 因為這個釣橋有它的限度 所以我們慢慢走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慢慢的介紹 我們在走過去釣橋的時候 大家感受一下 我們出發囉 listed在那邊 他這樣看 Mustafa 非常高峰 也就知道 我每個小列子